穿着长袖长裤 登山防蚊虫还要防蜜蜂 有经验的人都会加顶帽子 秋天是虎头风的产卵期 加上台风侵袭次数减少 风潮没被破坏 近期频频发生 登山客遭到风群攻击 有多年登山经验的林先生说 带队的人很重要 姿势放低 那你也不要说急着往前 假如这样尽量往回走 避开就好 不只要往回走 专家提醒如果遇到两三只虎头风 千万不要大动作惊扰 虎头风他们有一个叫做警戒费罗蒙 叫他们朝里面的兄弟姐妹们 一起请朝而出 尤其是攻击那种 高出地面很多的在移动的对象 你要压低身体 然后尽量把暴露的地方都遮起来 要快速的离开 腰预防除了避开没人走过的荒郊野境 登山时也别擦香水 食物及垃圾也要包好减少气味 随时留意周遭提高警觉 带新闻高零电影中 台北报道